你現在身為入委會主委 我國現在的政策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還是九二共識兩岸一中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那意思就說九二共識兩岸一中 不是我們現在的政策 我們不會用那種字來形容 不會用那種政策 但是這是朱立倫講的 所以朱立倫講是他家的事 這不是我們的政策吧 好我們先確定這一點 沒關係我們先確定這一點 這是朱立倫講的 那陸委會的政策是什麼 陸委會同不同意兩岸同屬一中 還是陸委會認為兩岸一中也是不對的 這是你們前任的陸委會主委 你們前任陸委會主委說 對中國外交部把我們台灣放進裡面 然後說台灣也可以把長城黃河放入政見裡 這是吃台灣的豆腐 這個是他在這個位置 你現在這個位置講的 然後2013年的3月17號 強調陸方強調兩岸一中 陸委會表示我方當然不接受 那我請教夏主委 現在以你 這個陸委會主委的身份 你是不是堅持跟王毅錡主委一樣 兩岸一中沒辦法接受 我現在的態度還是 中華民...今天我們兩岸的關係就是基礎在...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二國的媒體都認為朱立倫這次的表現就是告訴大家 兩岸一中 未來就一個中國的框架 未來就是我們要跟中國統一 請問你 這是朱立倫的說法還是陸委會以後的政策 這是朱立倫的說法 朱立倫說法會不會變成政策 陸委會的政策一直在馬政府之內一定是九二共識一中... 會不會變成政策 不會吧 不會 我今天要的只有這句話 我現在的了解 我要的只有這句話 就是兩岸一中不會變為陸委會的政策 就是你做一個主委應該做的政策宣誓嘛 對不對 如果有的話你就下台了好不好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現在這十年來的國共論壇 最後都變成我們現在的政策 這就是我們擔心的把兩岸關係國共化 把所有的問題都在國共論壇決定 然後就變成我們的政策 這是我們擔心的